原标题 27日被秘密杀害,年仅47岁,而母亲朱淡华抱着一岁多的儿子毛远心,被关在女老,1946年秋,在中共中央和张志忠将军共同营救下,朱淡华和新疆监狱中的百余名干部历经艰险,回到延安,参加妇女工作委员会,在菜场,汤克清的领导下工作,朱淡华一头铺进工作里, 只好把小远心送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,国民党胡宗兰的炮事,逼得托儿所,跟着撤离延安的部队转移,这些睡在鲁马背上摇篮里的孩子们,翻山越岭,风餐露宿,每天还要拿着小石板跟老师学写字,颠簸了一年到达河北行山县西百坡村,见到分别一年多的母亲朱淡华喜, 他把儿子送进解放区的御营小学读书,不久,御营小学从石家庄搬进了北京城,1949年夏天南昌解放,朱淡华任江西省傅联主任,与方志敏弟弟重组家庭, 康克清华远欣从北京御营学校接出来,送到南昌母亲的身边,1951年夏天学校放暑假,正好朱淡华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复联会议,便带着远欣去北京, 从此,毛远欣留在伯伯身边,伯伯把他当成亲儿子抚养长大,1960年夏天,毛远欣在北京第101中学毕业,跑上清华大学,然后又转学到哈军宫,再成哈军宫的好学生。 1966年初,毛远欣提前毕业,决认要把他分配到研制导弹的国防研究所和伯复商量后,他打电话请信里联系一下,看看能否同意他下连队当兵,当然,这一切自然是一路绿灯。 不久,毛远欣接到去空军当兵的通知,到云南深山里当大兵,1966年8月中旬,公司来了电话, 寄掉毛远欣回北京,8月18日那天,毛远欣跟着身穿军装,和毛泽东登上了千安门城楼,从此,毛远欣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,身不由以地卷入历史玄默,毛远欣发起组织《武哈军宫红色造反馆》,他的特殊身份,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,不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, 使阳军区政委,政治部副主任等,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,深的薄薄的信任,随着四人帮的被捕,因为和江青走得太近,毛远欣也同时被捕,当时的民意是隔离保护, 而这一保护就是整整十年,到了1986年,法刑才对他进行审判,除以17年有期徒刑,夏图是一家人在毛泽民宿向前,1989年3月朱淡华给一年前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写信,提出保外就医的要求, 杨尚昆很快做出批示,同意,在南昌宝外就医,于是毛远欣在宇市隔离十多年, 后来到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,1993年10月,他17年刑满后,以李时的名字,被安排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, 2001年2月以高级工程师职呈退休,毛远欣的夫人是全秀凤,她曾经是曾是上海之外厂女工,1972年与毛远欣结婚,1977年1月生育了一个女儿, 那时,全秀凤也被隔离审查,他们的女儿叫李丽,出生十个月时高烧不退,因长时间大量使用轻炼煤素,导致霜而失踪, 初中毕业后,李丽考上了上海龙雅青年技校美术班,毕业后,李丽走上工作岗位,毛远欣又引导女儿供于时间学习电脑, 李丽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农亚人成人教育大专班,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,后来参加生本,后来女儿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